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赔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赔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队给巴西队 大家肯定都是压巴西队赢嘛 对不对 然后怎么样 比方说一百个一下去了 对吧 然后怎么样 然后他们就把巴西队几个队员 怎么样 买通了 对吧 比方说一买通以后怎么样 好了 最后你就赚钱了 所以有的时候怎么样 其实你们有发现 为什么现在好像这种世界杯的比赛 大家觉得有点失真 失真跟什么有关 跟赌球有关 要赌球以后怎么样 这个比赛结果怎么样 他可能就会容易被什么 被炒中 对吧 所以他就不是一个真实的状态的一个时候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 我倒觉得你还是赌中的队吗 对吧 因为你输一块 要赚一个亿的话 对吧 好了 还是回到这里 来我们一起写一下吧 我也写一下 我也写一下 来 大家看 我们每个人跟所有的人来博弈 对吧 最后看你是树代理呢 好了 我先问你们个问题啊 你们说 在这个游戏中 最后的结果会不会是一比一比一 那肯定不会了吧 那肯定不是一比一比一的啊 这毫无疑问不是一比一比一的 那么问题是 你们说 在这个游戏中 这个高级版的游戏中 出什么的比例是最高的 出什么最多 他说出什么最多 这你们判断不出来吗 出不最多 因为出减刀是最多的嘛 对不对 我相信出减刀是最多 反正至少以往的结果是这样的 今天怎么样 那我也不知道 好 那我再问你个问题吧 石头和布的学生哪个 对吧 布 大家说布多对吧 好 我问你说 从理论上呢 应该是石头多 布少 但舍计完的结果呢 往往是布多 石头少 然后我再问你 即便是石头和布一样多的话 那你应该出什么 对 你毫无疑问应该出简直 是吧 如果说二十个布 二十个石头 那你说简直是不是赢啊 你肯定赢了嘛 如果石头和布一样多 那还不赢啊 你看你简直赢布是两倍啊 说给石头是一倍啊 如果他们一样多的话 那简直还不赢啊 那肯定赢了嘛 所以我每次跟大家玩的时候 我一定会首先 我一定第一次一定是简直 为什么 因为简直一定是赢的 而且我发现这个游戏 是不是有意思一点 怎么呢 就是我们已经玩了很多班了啊 我发现啊 每次 第一个玩的时候 第一次玩的时候 每个班第一次玩的时候怎么样 说简直 都是赢的 而那些出石头的人 全部都是输的 出布的人呢 有可能是输的 有可能是赢的 哎 等一下 没有啊 你看 这是我们上次玩的结果 那年三百年 看到没有 出简直一定是最多的啊 出简直的吧 最多的啊 你看 占了一半多的吧 你看 用八十几个人 五十几个出简直 但是不比赢透多 不比赢透多的结果怎么样 出简直赢不赢 这个利益嘛 那怎么算的 可以这样算的嘛 我们先来算简直吧 简直赢步是两倍 三百六 一个少块钱的话啊 三百六减的啥 减一百五了 那就是两百亿嘛 对吧 那么石头为什么输的 你看 石头它银简直输给布吧 那银简直是五百三 输给布呢 九百 五百三九百 就是三百七 对吧 布呢 它是银石头输给简直 布怎么样 银石头是多少 七百五 五个嘛 对吧 输给简直呢 是一百零六 对吧 那么七百五 一千零六十 那你们多少 那么三千三百亿 对吧 那一千零六十 减七百五嘛 就七百五嘛 对吧 那么就三百亿 然后最后就会人了 你看 简直 赢的吧 这里石头和布都是出的 对吧 第二次结果也是这样 你看 好 你看 然后你看 眼睛这么晚的 你看 那也是布多 石头少 只要布多石头少 简直一定赢 对吧 而且布多石头少的话 布赢石头 那么石头往往是出的 很惨了吧 往往出的很惨 石头就是 你看 这是布是赢的 那石头也是出的 简直是赢的 知道没有 那这是我们去年玩的 知道吗 你看 石头 简直 这个倒是出的 对吧 不少 但是呢 它没有超过两倍 只要不超过两倍 是不是简直还是赢的 如果超过两倍 那它就输了 对吧 因为它是一比二 对吧 所以你看 包括你看 这也是 你看这个布更加多了 对吧 好 那就是我们 你看石头是出的 简直是赢的 石头是出的 简直是赢的 知道没有 是他们上次 MBA学生玩的 对吧 你看第一 那么人少了 就二十六个人 看到没有 你看石头是出的 简直赢的 不会是赢的 好 这是第一次结果 我问你们 如果他们再玩一次的话 如果再玩第二次的话 那么这个输赢会变大 变小 应该会变小 对吧 对 如果再玩一次的话 输赢一般是会变小的 第二次结果 输赢就变小了 对吧 从三千多变成了 两千多 如果再玩第三次呢 就只有一千多 对吧 所以你看 总的输赢怎么样 变小了 对吧 包括我上次在福建 福州 你第一次结果 你看到没有 他们是五千多 看到没有 好 那当然说 简直赢和布 都是赢啊 这都是输的 第一次啊 第二次呢 就只有一千多 看到没有 那这个时候简直是零 你有没有觉得 在什么情况上面 简直的收益是零 舌头和布 是两倍的少 那么简直就是零 对吧 好了 那么从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应该能够知道 标准答案是什么呢 应该是 如果你们八个人 来合起来跟我玩这个游戏 那么应该怎么出 八个人应该怎么出 两个石头 五个简直 一个不 在这种情况上面 不管我怎么出 我有没有可能赢你们 可能不可能赢你们 对吧 在这种情况上面 不管我怎么出 舌头简直不 不管出什么 最后的结果都是零了 对吧 你看 大家看啊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标准答案 对吧 你看两个石头 五个简直 一个不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说 如果你们这样出 我不管怎么样 我都也不可能赢你们了 就除此以外的任何种比例分布 除此以外 我总有机会会赢你们 对吧 除此以外的任何比例 我总有机会赢你们 就在这种情况下上面 大家 每个人的时候 一直都说啥 都是 所以我相信 如果我们一直玩玩玩到后来 会不会达到这个结果 会达到这个结果吧 会达到这个结果 对吧 所以你发现没有 很多事情一直遇到你 因为这个游戏啊 如果时间一直玩玩玩 玩到后来怎么样 赚钱就难了 一开始的时候 我吃简直赢你们了吧 第二次可能吃简直 我还没赢你们吧 但到后来怎么样 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 在我们这大学生里面 玩到第四次的时候 就前面三次 吃简直还都能赚到钱 但第四次的时候 吃简直就是亏的 就是输的 对吧 所以如果一开始 我给你们玩 我吃简直肯定赢嘛 第二次吃简直肯定赢嘛 但到后来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赚钱就难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红海和蓝海的区别 大家都偏偏往里面挤 就像小米是可以赚到钱的 对吧 锤子就赚不到钱了 锤子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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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锤子是谁呢 锤子老罗嘛 是不是老罗 对吧 雷军你挣到钱吧 老罗就挣不到钱了嘛 他也想像小米一样 你会赚一把 实际你错过了 所以很多时候 这个游戏玩了玩了玩了 后来怎么样 再赚钱就难了 好了 那该公布我们今天的结果了 把时间换一下 我们直接在这里把它 今天是10月9号 28号 28号 好 我们把这个结果算一下 来 告诉我 20个 52 不21 看到没有 好 我们共是93 就是三位 你看 我们一起来算一下 结果 是他赢不赢 说吧 是他说 他是赢减值 52 数不105吧 是105 105 52多少 530 对吧 说他要拿出530 所以你发现没有 哪怕只有10块钱 因为人多了以后 这个量也很大了吧 所以你要来完的话 你就等一想数530了 快半个月的生活费了 简直是不是赢了 你看 不比十多多 那简直肯定赢的嘛 赢多少 400 200 是吧 出200 不呢 不输还赢呢 输了 这是赢100 104 40 48 这是40 48 对吧 40 好 我们这样很容易算了吧 10 什么 60 两个0 两个0 然后这边呢 我们先把这个算出来 这多少 辅多少 40 可以呢 两个加起来就是算吧 对吧 不会算了 11 1440 对吧 1440 就是说最后是什么 最后就是这个两个加起来 两个负的加起来 应该是正的嘛 什么叫 这两个负的加起来就是等于这个正的 对吧 我们说 那当然这个人均不是 人均多少 我们算一下人均 人均多少 我们算一下 111440 除93 多少 但是谁算一下 111440 除93 123 123 123 这个好想记 123 对吧 我们说 那人均输赢 越小 说明怎么样 这个结果是越好 越不好的 越好的吧 对不对 所以跟我们上次比的话 我们这次好像稍微好一点 是不是 上次人均是129 我们这次人均输赢是123 比上次稍微好一点 我觉得怎么样 要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 对不对 好 对啊 对啊 好 好 对啊